一边是书法名家董阳兹 另外一边是摇滚乐团的五月天阿信 怎么想都很难联想在一起吧 但是呢他们现在要让人跌破眼镜哦 今天在这个台北华山艺文园区 联合展出无声的乐章有声的书法 书法名家董阳兹带着五月天的阿信 一起欣赏他们在华山1914文化园区的共同创作 董阳兹刚进如飞的笔墨 浓淡晕染 一百幅书法的字形串联成浪 而之前董阳兹没听过月天的歌 这两个人扒杆子打不着 以为董老师是一位女生 是个老师 哪如我在女生 或许就是她的粉丝 一位是书法名家 一位是流行乐的巨星 在平行的轨道上双星首次交汇 你是先有曲的呢 还是先有文字呢 然后再配乐呢 先有曲的 第一次的火花 董老师充满好奇 而阿信也在她的有声终日前 唤醒她的创作 最后选出一幅你最喜欢的董老师的作品 那我们就可以跟这一幅作品来共同创作出一个 属于大家自己的新的作品这样子 于是现场形成了无声的乐章 有声的书法 董阳兹和阿信不但跨了界还跨很大 既然如此 之后 明显 有声